今天我们给大家做新疆手抓饭 要准备肉块、萝卜丝、洋葱丝和泡好的葡萄干 再往锅中倒两勺青油 等油温上来之后将肉块放入锅中 再加入适量的盐 翻炒均匀 再依次把洋葱丝和胡萝卜丝倒入锅中 再加上几块方糖 炒出颜色后加入适当的水 再把洗好的米放入锅中 再将放进去的大米翻炒均匀 再把泡好的葡萄干放进去 盖上锅盖静煮20分钟左右 煮好之后再次翻炒 一锅美味的抓饭就做好了 再配上两点小菜 新疆各族人民普遍贤爱的手抓饭就做好了 嗯